皆さんこんばんは 今日はミスノプロ オーダーを紹介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各位球員大家好 大午安 我是阿豆 今天一樣要來為大家介紹 日本製的美金のミスノプロ ハカジャパン 雖然說到貨的數量並不是很多 但是基本上每一咖算是都蠻有特色 那我們先來介紹ミド好了 先來介紹比較少球友會定做的一雷手套 這咖呢是MODEL算是2020才出現的村上中榮的MODEL 那如果對村上中榮算還蠻熟悉的球友 應該會知道說其實他的手臂位置只有兩個 一個是一雷 另外一個是三雷這樣子 那其實美金濃在他的量產的產品線上面 其實也是有出for村上中榮的三雷手套 算是十字編織蜜亡也是蠻有特色的 那基本上呢 他應該是手一壘居多啦 所以之前大概兩個月 兩三個月前吧 有一個從台北下來的球友呢 在選擇他要定做的MODEL的時候呢 他本來是想要選5DNA的MODEL 可是他應該是因為他有退職的習慣 那他帶了5DNA之後 他發現他自己可能不是那麼適合 所以他就選了村上中榮這個MODEL這樣子 那基本上呢 這個戴起來呢 算是蠻好操控的 並不算是特別大的一類手套這樣子 那ADO也有實際稍微量一下 他手臂的尺寸 手臂的尺寸大概是12.5吋左右這樣子 所以他並不算是特別大型的一類手套 那如果說你是一個偏奈 比較中型或中小型的MODEL 手一類的話呢 基本上村上中榮這個MODEL算是蠻推薦的這樣子 那這個球友呢 基本上他蠻堅持要日本製的 如果他沒有堅持的話 ADO應該也會跟他說 一定要訂做日本製的 因為其實價格沒有差多少這樣子 那整體上呢 他就是以一個黑紅配的概念 62號的紅色 那球檔呢 他把他改成黑色這樣子 嗯 要說特別的話呢 大概除了配色之外呢 他在大拇指啊這邊 還有他的內側 內側 還有他的手臂的這一面呢 還有一個MISNO PRO的刺球 算是蠻特別的 基本上配色沒有算太複雜 那他也有選IPLINE這樣子 配色沒有過於複雜 那搭配他想要刺球 基本上手套應該就 不會不會出現太大的問題這樣子 那這一咖是台北的球友 他的MIDEL 圈上中榮的MODEL 那第二咖呢 來看一下他的刺球 各位應該會知道 這是高雄的戰狼哥 對 這又是他定做的MIDEL KATCHMIDEL 不守手套這樣子 那這一咖呢 是屬於TANGU IN THEIRON的MODEL 那之前 如果有看過之前的影片 阿兜之前也有介紹過一咖是 應該是台北新店的球友 他也是定做TANGU 那只是說他的顏色沒有他這麼的繽紛這樣子 那戰狼哥呢 那這一次主要是選擇 接球面是紅色 那其他部位呢 就是選用紅棕色 算是比較少人會用的顏色 蠻特別 那滾邊他選用藍牡 藍牡王的顏色這樣子 那之前呢 阿兜有稍微提過 其實TANGU IN THEIRON 這個MODEL 算是偏中小型 算是在梅金龍的補塔裡面 算是蠻小的 那還有一個特點 阿兜上次應該沒有提到 是他的大拇指 在接球面 大拇指的這一側呢 是稍微比較淺 稍微比較淺 那如果說 你是屬於比較偏矮 比較淺的 比較淺的球袋的話呢 探古這個MODEL 也可以列入考慮這樣子 那 戰狼哥呢 他也是 堅持咬日本製 那也沒有問題 因為價格真的沒有差多少 就跟剛剛這咖的MITTO一樣 這咖也是音式最高階的 這個HAKA夾片 日本製這樣子 這咖是戰狼哥的手套 這咖是戰狼哥的手套 那介紹完了MITTO之後呢 那我們來介紹這咖內衣手套 這咖雖然是一個新北的球友 他跟人家都愛定制的 那這咖是版本的 5DNA的MODEL 這咖並不是硬式 這咖是軟式的最高等級 那也是一樣 他堅持要日本製 那也沒有問題這樣子 那基本上呢 他這咖的尺寸是有加長的 所以他看起來會比較長 這咖是加10MN 因為這個球友是大淚球 那基本上他希望他的手套 越長越好 所以是給他加滿 加到10MN這樣子 OK 那還有一個地方 算是台灣人 可能會比較少會做選擇 就是他這邊 都有一個護紙墊 護紙墊 你如果說你的石子是伸出來的 那 你覺得說你這邊的摩擦的狀況 可能會比較多的話 護紙墊也算是一個 可以做選擇的東西 這樣子 只是在台灣確實選擇的人 比較少一點 OK 那他在拇指這邊 有加個個人化的刺繡 小指這邊有一個Visom Pro刺繡 那基本上軟式 戴起來的感覺呢 也是非常好 也是非常好 但是他的皮革 跟一式還是有一點點的 不一樣這樣子 OK 這咖就是 球友的版本 5DNA 大概就是用橘紅色去組 那其實這咖 接下來介紹這咖 百金標 其實這咖跟 這咖軟式的版本 5DNA 其實是同個主人 他 上門前後 一個禮拜年吧 就是下訂的兩咖 這咖就不是軟式 這咖就是正應式的 白金標 RIN WIRAN MADO 只是他把他的球檔 改成高進雄品的球檔 算比較特別的球檔 最近也是蠻多人使用 這樣子 那基本上阿豆 蠻喜歡這咖的配色 我覺得配的 算是不錯 對 真的不錯 還蠻特別的 他在接球面 是選用29號的深藍色 那整個手臂呢 是大面積使用3號的白色 因為白色 阿豆喜認為白色是一個很好的顏色 只是說可能有一些人 會比較怕自己的手套 比較容易脹掉 所以他不敢選白色 那他都認為 如果你是外野手的話 應該是還好啦 因為外野手套吃土的機會 會比較少一點 所以這樣這個球 就很大膽的選擇 手臂全白 搭配球檔 紅色 那手套型也是深藍色 下去做搭配這樣子 那他在拇指這邊也有一個 刺繡 翻成中文 就是目望初衷的意思 目望初衷的意思 目望初衷的意思 小心忘了被殼 然後在那個內裡 跟小指這邊 都有米茲諾普羅的白金的刺繡 那之前呢 也有球友曾經問阿豆說 米茲諾普羅刺繡的顏色 為什麼有一些是白金的顏色 那這邊也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因為其實 米茲諾普羅這個商標的刺繡阿 基本上他會跟著手口標的顏色走 所以呢 手口標如果是像這一咖的話 如果是白金標的話 他裡面的刺繡也會是銀色白金色 那如果手口標選的是金色的話 那他的米茲諾普羅的商標是金色 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這一咖 跟這一咖 兩咖都是同個主人 阿豆會馬上幫你寄出 最後一咖呢 這一咖是 阿豆我印象蠻深 這一咖是高雄的球友 他跟阿豆一樣姓李 他叫名聲 阿豆跟他其實算蠻熟的 因為他來過阿豆這邊 雖然說他住高雄 不過他來阿豆這邊大概已經兩三次了這樣子 那 我們聊天內容 除了手套 其實他有車子 因為民生對車也是非常的了解 這樣子 這是題外話 民生大概兩個月前 帶著他的老婆還有兩個小孩 到阿豆店裡來聊聊 他本來好像是想買現成的手套 但是聊著聊著 他又說 嗯 乾脆來直接定置一咖好了 只是說呢 他這次再也可能在 預算上有一點點的 小考量 所以他這次訂做的是 軟式的日本製 最高等級 的林牧羊這樣子 整體上呢 他當時在配色還是有一點點猶豫 直到他回到高雄 他再確定他的配色 那基本上呢 他就是選用 也是一樣 第9面是29號深藍 然後手背面的是 幾乎都是使用542的橘色 那關於這個橘色呢 一開始 民生好像是選用544號的橘色 那阿豆是建議他說 乾脆直接改成542的橘色 因為542的橘色會更薄 更漂亮這樣子 OK 那他也接受這個建議 所以整體上就是29的深藍 搭配542的橘色 那這個球檔呢 算也蠻特別的 他是做雙色的設計 就是 巨籃跳色的設計這樣子 那林牧羊 大概選擇這個model的人 90%以上 95吧 都會選擇擺金標 還是選擺擺金標 那下面也有IBE的設計 那他可能覺得 林牧羊的球檔看得有點膩 就要把它換成微谷的球檔 也是不錯 可以讓大家做參考 如果說你已經有一咖林牧羊 或是你不想要 拿出去跟大家都一樣的話 你也可以變換一個球檔 像是微谷的球檔 或是高頸熊平的球檔 都是可以當作參考的這樣子 那這顆還是軟絲的optional的日本字 那今天的 首號介紹就到這邊 如果你 對他們的配色阿 重量是出你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參考阿兜的賣場這樣子 OK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see you next time 掰掰 所以我們如果有其他想看的主題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也別忘了幫我按讚跟訂閱喔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